朋友们好 欢迎回到我们 《遏制战略能否摧毁中共》系列节目的第三集 哎 话说回来 你们喜欢我这样像影视剧频道一样的开新坑做连载吗? 每个话题花个几期节目的时间 要么我们一起做一些深度的探讨 要么就像看小说或者追剧一样的回味回味历史之风云变换 怎么样 我感觉可以 倒是解了我没有话题的困扰 你们意下如何 留言告诉我 如果这样的话 就还得要拜托朋友们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在时政领域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话题 又值得开新坑造福其他朋友的内容 记得告诉我 可以给我发邮件真观点的拼音at gmail.com 或者是在视频之下给我留言 只要是没被YouTube给吞掉 我都可以看得到的 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话说上两期节目 我们观察现在美国对中共实施的战略打击 发现和70年前美苏冷战期间 美国当时逼垮苏联所使用的大战略 也就是遏制战略如出一辙 那么遏制战略用在苏共上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了 今天放在中共上 是否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呢 如果能 这个时间概念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可不想再等50年啊 所以要解决我们的核心问题 也就是遏制战略能不能摧毁中共 我们需要从唯一一个就参考价值的案例 美苏冷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上来找线索 遏制战略多大程度的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而今天的中共和曾经的苏联有何相同 有何不同 这些差异又会如何影响遏制战略2.0版本对中共的打击 第二集节目呢 我们是分析了 不太为人广泛讨论的苏联解体的原因 包括苏联内部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 就出现了激动难返的经济问题 以及它改革时涌现的民主力量 并不是一夜继承 而是经历了整整一两代人的社会更迭 有着长期酝酿的社会基础 在服役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松动的政治气氛 才产生的那一局面 我们还分析了在外部环境上 那些曾经在共产铁幕之下东欧各国的改朝换代 让转型和改革的浪潮对苏共形成了包围的压力 催化了苏联内部的民主力量 无形之中推动着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 这三个角度并不能够囊括苏联解体的全部原因 但也都是导致苏联最终传承的脆断之处 那么现在的中共和那个时候的苏联 有何相同 有何不同呢 相同之处 其实不少朋友在我们前两期节目讲到苏共时 都是深有共鸣的 包括凯南在长电报当中对苏共的认识 苏共扩张到世界尽头的野心 与资本主义之间水火不容 不放过一丝机会提升相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综合力量 以及苏共的路线并不代表俄国人民的态度 苏共倒台之前的经济危机等等能等 这些都与今天的中共别无二致 相同我们是很容易感受得到的 但是不同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因为不同才会决定遏制战略2.0版 对中共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那么中共和苏共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是内核不同 怎么说呢 虽然苏联和中共本是同根同源 但是它两者发展起来之后的独性有别 中共比苏联更独 怎么样来论证这一点 我们就还得从马克思主义来说起 因为这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潮四略 也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稍微展开来说一下 我们都知道 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并没有指出一条 具体的能够通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路径 他只是概括的说 资本主义会灭亡 社会主义会胜利 但是怎么样去实现社会主义呢 他没说 列宁就认为不能够坐等资本主义灭亡 而是应该把无产阶级发动起来 最好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带领无产阶级去推翻资产阶级 这样就可以夺取政权 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这是列宁认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 这条路径显而易见就是暴力革命 那么列宁这样认为 还有没有其他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呢 哎 就也有另外一批人 有他们所认为的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 这批人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 而是要通过文化来实现 怎么通过文化来实现呢 我们以一个代表人物的观点来举例 这个人就是意大利的共产党书记格兰西 根据马克思的教旨 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的时候 就是建立社会主义非常好的时机 那按照列宁的理解 那这个时候就是拿起武器 暴力革命的最好机会了 但是 现实是 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 世界是发现了很多大的变动的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 非但没有人 像马克思预言的那般 拿起武器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那些工人反而还拿起武器 保护起了资产阶级 这是怎么回事呢 格兰西又认为 那不是说明马克思的预言不准了 而是西方的文化和基督教 蒙蔽了那些无产阶级的眼睛 因为基督教教人遵纪守法 勤劳善良 所以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灌输之下 根本不会去推翻资产阶级 建立所谓更好的社会主义的 因此他就认为 应该要消除那些传统的西方文化 和融在基督教国家人民血液当中的上帝的旨意 才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障碍 这就是通过摧毁传统文化 来达成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路径 这就是今天西方社会放纵派横行的背后因素 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 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暴力革命 都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但是他们所使用的道路并不相同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相反的 这也体现在我们现在看自由社会的激进左派 他们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但是他们在很多问题上表现的和使用列宁路径的政党 比如说中共也是水无水火的 解释了这一点 我们再回到中共和苏共的独性不同的问题上 苏共很明显 就是实行的马列原教旨主义的暴力革命的路线 而中共并不单纯是走的这个路线 它不但走着原教旨主义暴力路线 还走着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大家想一想文化大革命 以及文革之前的取缔会道门 从它见证之初就开始对佛教 道教和基督教三教勤念 在古老的中国文化当中 道教的根基是非常深厚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老子的道德经 和道教的太极圈等等 这些都是道教文化 那现在只是形式还存在 但是内涵早已经不为人所知了 这种断层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中共有预谋系统性破坏的结果 再比如说在1957年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 整肃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大革命破撕旧 烧毁器物自画古玩 一步一步摧毁了传统的文化 其实就是在实现格兰西所谓的 消除西方基督教的传统文化的根基 也就是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之路了 不仅仅如此 中共还在古老的中国文化当中 挑战符合它的糟糠糟粕 比如说法家文化 宣扬权谋钻研人性本恶 必须是以科政以律制 为它的政治权威给找补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 苏共和中共内核不同 中共比苏共更甚 可谓是极邪恶之大乘者 内核不同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权力架构的不同 苏联我们都知道 有个横向的制约机制 那就是苏维埃联盟 联盟当中的共和国们和苏共 是交互绑定的 就要像一张网 苏共虽然在中心 但是也被外面的15个 加盟共和国牵制着 不管这个力度大小 都是拉扯着 一旦外面的这些卫星国 出现重大变化的时候 都会对处在中心的苏共 施加一定的拉扯力 当联盟内部的离心力 大于向心力时 苏共所承受的撕扯力 就会大于外部给予它的协同力 自然苏共就会沉压了 而当压力累积到临界点时 就会被扯烂 但是中共是不同的 中共没有类似于苏联的 这样的横向制约机制 可能有的呢 也是党内对第一领导人的权力之恨 如果说过去几届中共领导人 还经历了集体治国 比如说像胡温时期的九龙治水 那现在习近平 已经基本是类似于斯大林时期 全凭他自以妄为的个人意志 来进行决策的了 这样的权力呢 就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大一统结构 从结构上来说 肯定是比苏联要稳固的多的 苏联和中共的不同之处 第二个角度呢 是各自70多年的发展 所走的道路不同 苏联我们上期节目讲了 它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打架 制造了无数解不开的困局 但以经济这一点上来看 在赫鲁晓夫和伯列日涅夫时代 启动的高福利换人心的政策 就已经把斯大林的老本和格尔巴乔夫的储蓄 给提前吃完了 所以格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的经济改革 就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自救之举 再不改革的话 苏联就真的是要命赏皇权了 所以他必须得改 错过前两期节目的朋友 再罗嗦一句 为了你的观看体验 乖 先去看前两期哦 所以到格尔巴乔夫上台之后 没有外来的活水 苏共内部的发展 其实就已经激进窒息了 这是苏共内部的政党精英们 都意识到的问题 既然这改革大事已成 那与其继续坚持捍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直到最后一刻 还不如骑墙或者倒戈 从1990年开始 俄罗斯各地的党政精英们 就纷纷背离了格尔巴乔夫 向叶利钦投诚 同时间苏联大型国企的高管们 也拒绝向苏联的中央政府去纳税 转而主动把税交给了俄罗斯共和国政府 所以这些官僚党政精英 在苏联沉船的时候 弃船逃跑 也是苏联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朋友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对比世界上众多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转型之路 捷克是属于最彻底的 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 但是俄罗斯并不彻底 很多苏共的精英摇身一变 变成了俄罗斯共和国的民主精英 这里就连上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苏共的共产党员 在苏联倒台时主动抛弃了苏共 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新的政体的模式之下 又当起了官 以至于让转型之后的俄罗斯 是依然具有强烈的共产主义色彩 并不属于一个成功的转型案例 所以总而言之 苏联走的道路是坚持马列原教旨主义 一条路走到黑 最后把自己给闷死了的这样一条路 而中共就狡猾得多了 它走的是远比苏共复杂的一条路 1978年的时候 经历文革浩劫之后的中国是一片萧瑟 百姓贫穷困苦 中共开始在控制之下 开放了国门 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了 其间是大量引入了资本主义的火水 来浇灌被共产主义政权 践踏的激进绝收的严见地 可谓是及时的为共产党诉讼了新鲜的养料 挽救了差点垂亡的中共政权 这是随后长达几十年的对外开放 与美建交带起了中共口中所谓的腾飞 并且抚养出了一批富可敌国的红色权贵 关于中共在这段时间内的经济体制之畸形 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讲过 这里就不过多的赘述了 简而言之就是利用了改革开放 在一定程度上走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 但是在政治和思想上严控 坚持共产党专政 从而形成了一种共产党资本主义 生出了一代红色资本家 用资本主义市场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与苏联的一条道走到黑是完全不同的 也让中共的内部环境发展到今天 与当年的苏联有着很大的差别 这就牵扯出了第三大不同 就是中共与苏共的党内环境 以及中共与苏共治下的国内环境的差异 我们先来说党内的环境 前面我们说到苏联因为经济问题 击中难返 难以为继 出现了不可持续性 所以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改革 因为没有中共开放的这一个过程 所以苏共在临近倒台时 也并没有养出一批 像中共红色权贵那样的巨腐家族 因此在苏共这一艘大船江城之际 党内精英和苏共的绑定关系 除了对马列主义的无知信仰之外 并没有像中共这样巨大的财富利益的诱惑 所以才使得了在改革知识到来之时 苏共的官僚们齐强的心态 甚至是倒戈的叛逆心态 发展起来相对更容易 而中共因为改开的经济模式 造就了一个庞大的 和中共绑定在一起的利益集团 从中央到省市线 每一层都被各类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着 而每一层利益集团 若想要继续捞钱 维持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获取更多的利益 就不得不要和中共绑定 这样层层层层建立起来的威权机体 会让中共官僚的弃船成本 比苏共官僚更高一些 也就是门槛更高 因为你想 每一层官僚都需要意识到 自己再无力可得才会弃船逃跑 而当下面一层的官僚无力可得时 他上一层的官僚未必也到了 无力可图的时候 还可能还能分赃 所以中共的环境就要必须坏到了 整个党内都能明显的感受得出来 看得出来非常严重恶劣的时候 才会达到苏共官僚 大两气船倒戈的状态 当然 我只是从逻辑上来说 现实当中很多体制内的官员 早就认清了中共 出于原则和正气 不与中共为伍的 是大有人在 只是在逻辑的对比上 中共的党内环境 比苏共的党内环境更加严密 官员倒戈的门槛相对来说也更高 而正因为党官如此 就会使得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的环境 也比苏联社会相对更加难以滋养 自由和民主的力量 苏共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 有着社会长期的民主力量的酝酿 还有苏共官僚的散漫和懒政 而中共是没有这样的制度突壤的 因为如若出现了一位改革派 像戈尔巴乔夫那样 要从上到下发动改革 就会需要置顶新的改革路径 这过程当中 无法避免的会牵扯到 纠错追责的环节 这就必然会触及到那些上层利益集团 让那些狼虎之人 把吃进去的肉再吐出来 谈何容易 所以要从上层改革 就得要冲破高层权贵的大小门禁 这难度几何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 况且现在的中共 也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出会出现改革派的人物 连李克强都再见了 一来谁再敢挑战习权威 二来现在的习近平是要走回马列原教旨主义的 他是不喜欢与资本主义混了血的改开的 更没有孵化改革派的土壤了 那如果是从底层往上来进行改革的话 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大量的民众觉醒了 但是觉醒的社会基础面有多么深厚 还很难说 现在也没有出现相对松动的政治氛围 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发生改革的门槛 也比苏联更高 环境更加的复杂 所以无论是中共的党内还是中国社会 都比苏联变天的预值要高得多 也就是要难得多 到这里三个中共和苏共的不同之处 我们就都讲完了 从两者之间的内核 中共拥有更加稳固的权力结构 本质更加邪恶 走了一条比苏共更聪明狡猾的道路 附着在资本主义的身上 长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主义先变种 还有中共的党内 社会环境对于官僚弃船 社会民主力量的生长 都相对更难这三方面来看 处理中共的情况 远比处理苏联的要复杂得多 那么美国的遏制战略2.0 能对中共造成多大的打击呢 这就又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了 对于这种共产主义专制集权 到底是外部威胁更可怕 还是内部的混乱更可怕 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想和朋友们讲个故事 可是吧 这故事讲起来又得是好长一段篇幅 我觉得节目太长 内容太多 你们会看得累 所以呢到这里 我就又要忍痛 暂且和朋友们拜拜了 下期节目呢 我们要以戈尔巴乔夫的一段 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开场 为我们这次的系列节目画上句号 那好吧 我们今天呢 就暂且先聊到这里吧 朋友们 你们喜欢我继续做这种系列节目吗 多花一些时间 来详尽的探讨一些实证话题 一定要记得留言告诉我哟 好啦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又不见不散咯 感谢朋友们